陆女士介绍,杭州来富士中心18楼原来有一家圣陶斯健身房 去年12月她付了9000块钱,买了30节私交客 陆女士说,当时还送了半年游泳服务 今年年初,陆女士被告知健身房要装修了,她提出了退客 他们那个老板就加了我的微信 然后说我们后面会装潢,然后升级的会更好 然后给到的福利也会更多 你要么就是说暂时先不要退我,换一个更好的教练 然后来带我训练吗 陆女士说,三月份她被带到另一家健身房上课 直到前几天,她去问了原来的教练 我说你们那个健身房装修好了没有 为什么都七月了,马上七月了,还没有营业 然后她就说他们老板这个已经不打算干了 她说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而且她也离职了 然后我就问现在带我就是训练的教练 她说她不属于原来圣陶斯的 跟我也是这么说的,她说年后了开 那把我也给坑了呀,不仅仅坑的是坑坑 陆女士想找现在健身的机构了解情况 五位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后表示 对方还没上班,不过帮忙拨打了一位负责人的电话 对方告诉记者,他们跟圣陶斯没有任何关系 也没有转让协议,只是提供场地 陆女士又联系了现在给她上课的刘教练 二月份说我还是属于圣陶斯的员工 然后当时呢,就是公司呢 就是说就是他们出钱就是帮我们 就是坑定的是我自己找的 因为我,因为我想升,就是原来的公司 他不是不做了吗 然后我想那我也不能断了我自己的就工作呀 因为我这边手上会员还有就很多就原来的 然后呢,当时就是说公司花钱 就是说租了一个月的 刘教练说,后来她就加入了现在这家健身房 会员们在圣陶斯买的私教客 接着在她这里上 陆女士说,自己有腰椎肩盘突出的毛病 之前买私教客,跟圣陶斯赠送游泳也有关 现在的健身房没办法游泳了 她希望把剩下的12节私教客退掉 你让我去问,我都去,我打电话 还有就微信我都问了 他们说跟我没有关系 然后就让我不要管 陆女士说,之前跟圣陶斯的一位财务沟通过 但对方把她的微信号删除了 现场给圣陶斯的负责人 拨打微信语音电话 对方没有接 记得发文字消息过去 提示被拒收了 根据刘教练提供的手机号码 陆女士和记者现场分别拨打 都提示暂时无法接通 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提供了商家登记的联系号码 记得多次拨打,无人接听 发短信也没有回复 陆女士正在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